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哪个款你最喜欢了呀 天地了解啊 我喜欢的款都取回家了 他们都挺辛苦的 你别找我事啊 让我好好工作 我没有办法好好工作 我郁闷死了都快 冯文艺还没聊好呢 依我看啊 顺其自然 静观其变 肯定有转机 静观其变 那不跟坐吃等死差不多吗 老公 你得帮我 我怎么帮啊 我越过冯文艺 直接去找伤头大佬 我没有立场啊 谁让你找大佬了 你就帮我去找一下 陶瑞啊 那不行 余工 还没到我跟他沟通的时候 余思 这很可能会影响我的家庭稳定 你以为人家还惦记你呢 人可是国民女神啊 她是不是国民女神我不关心 我关心的是 咱们和睦的夫妻关系 不能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受了打扰 那就是你还惦记她 你心虚了 你已经坐了 不用送料 陈导演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谢谢你了 谢谢 但是具体的事情 咱们还是得开会讨论啊 不能影响舞台效果 等你好消息 道儿 还开会吗 得开啊 不开会能行吗 好 喂 安心啊 有件事 我是越想心里越不舒服 小改现在回来次数多吗 最近公司忙上市的事 她在公司附近住一个礼拜吧 一个礼拜 怎么了 以前不是老这样吗 你说你 你 心又粗 人又矫情 话又难听 你这样怎么能拢得住人呢 你以为江洪凯跟你一样啊 那我床上一躺 我上班上一坐都能坐出洞来 咱们家上下老小 全靠我妈一个人 我的老公啊 我是最了解的 越是会赚钱的男人 越是不会对自己的女人挑三解刺 您哪 不知道是操心我呢 还是担心江洪凯这个金婆婆 会丢掉 走 走 不是 不是钱一两了 最贵的 要我请你打光了 行吧 骗我 清清 有几个法院的人找你 这是我们家女主人安总 你好啊 女士 你们好 我想跟您确认一下 江洪凯跟您是什么关系 她是我先生 怎么了 安女士 我们是宜兰区人民法院的 这是我的工作证 这是我们的实行函 由于江洪凯在安庆资本经营期间 签署过法人连带责任的贷款 所以本套房产被列入清算范围 什么 我可以给我先生打个电话吗 可以 好 谢谢 这 这是怎么话说的呢 这房子是我闺女的 她可是清清白白的 再怎么着不能把她算进去吧 根据判决裁定 本套房产将被强制执行收回 鉴于你们现在还在这里居住 十五天之内 这套房产需要清空 请尽快地做好搬迁工作 十五天之内 这也太急得点了吧 安心 不走啊 这住得好好的 总不能让我们无家可归吧 实在不行把你妈咱们都叫过来 这公司忙钱忙后的 爸 忙到最后连个房子都忙没了 爸 你别这天乱了 老先生 您也别太激动了 我们只是进到一个告知的义务 先走了 这都什么情况呀 这两天 咱们家里收到过 什么法院的信件吗 江总说 他的信件都要把他收起来 我都交给四季小王了 好像是有法院的 知道了 出去不要乱说啊 不要讲三讲四的 好的 好的 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处理好的 好 忙去吧 好 怎么办呢 怎么办 收拾东西 打包 我不同意啊 古话说 福祸相依 一点没错 从小我就不觉得 我是天上掉馅饼能接得住的人 所以最好的日子 都有那么点慌张 日子好了 久了 也只能养成心大一点的关系 忽略不想也是需要功力的 可是忽略不想 不代表不会发生 喂 小王 喂 嫂子 江总呢 江总这边说有点急事 去天津了 要去处理一下公司的事情 你在哪里啊 我送完江总就回家了 这样 那个我连接江总 您也稍等一等 然后我这边联系上江总 马上跟您说 您别着急 行了行了 挂了吧 喂 老公 你在哪里啊 在哪里 给我回电话 回电话 所有社会对你的评价 外界对你的眼光 只是华丽包装后的假象 华丽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 没有所谓的康庄大道 哪片领域都有他的遗地鸡毛 你看看江洪凯公司的新闻 问题不小啊 这几年确实 投资的行业不太好做 风险比较大 行情不太好 所以说了 你就要把所有的业务 都对接过来 我听说花香宝宝那边 有个笔稿什么的 这事你去 对接关系 但是曹总 我觉得这件事情 还是先跟安总那边 沟通一下 毕竟你这个花香宝宝是他了下来的 你呀 不太了解你们这个安总 他本来就没有那么强的上进心 花香宝宝也正好感染他有社会关系 他要体现他的价值优越感 你把什么事都等着他 他要么拿鼻孔看你 要不然这事就不靠谱了 听我的 你去坐 他那边我来谈 好 我知道了 安总也来了 今天召集大家开这个会呢 是要为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 陆泽宁 陆总 掌声欢迎 好 大家好 希望我们以后可以一起努力 把仲星打造成这个行业里面 最好的公司 我们仲星成立十多年了 百分之八十的业务 都是传统的业务 也是近一两年呢 才开拓这些网红啊 直播这一块 之前这一块呢 是安总来负责的 那么现在 陆总来了又是专业人才 我希望以后呢 由陆总来带队 但是呢 传统业务 仍旧是我们的主力业务不能丢 陆总 辛苦你了 一并负责起来 好 嗯 潘总 你今后配合陆总 没问题吧 嗯 没问题没问题 都没问题 我再留点急事 先告个假 抱歉啊 抱歉啊 好 喂 姐 花一箱宝宝母婴喜护的策划案 我打印出来来 您看一下 嗯 那我出去了 问你个事 如果说啊 你想让你老公给你帮个忙 但是 如果 万一啊 他就是死活不答应你怎么办 他敢 我说如果呢 他要真敢 色诱他呀 喂 姐 只要色诱他 是没有什么办不成的 之前我就看上了一个包 说什么他都不给我买 后来我就想这夫妻之间啊 爱酒必带 带酒盛宴 现在说点什么事 可不像谈恋眼那会儿那么简单了 然后我就找了个酒店 开了个房间 靠着上灰姑娘的造型 再搞点小情趣 唤起他对我的热情 姐 老胡爱用的 只不过最后就把孩子整出来了嘛 包也没买 钱都花在孩子身上了 真是偷鸡不成十八米 他倒诚心如意了 我烦死 咋了 姐 没事 忙去吧 来 行 谢谢 不客气 老毛 喂 来 来这儿来吧 万青你对我的热情啊 孟静恒就没有感受你对我真挚的爱情 说什么了呢 还算了 你开什么房子 咱自己有房子回家 干吗呀 退不了了 已经挺好了 你怎么这么有病了 怎么有病了 我还精心准备了呢 一会儿你好好试试一下导演的谈谎 我在家也要试试 那能一样吗 爱偷偷刺激 等一下 谢谢啊 谢谢啊 对 不行 没错 找找车 赶紧 为这一位 她没有是 Caleb 给她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他谁啊 蓝鑫 就我那精神对手 他不过睡了跟踪我的吧 他跟踪你干吗 调查有底线 差上我们关系 这对他有什么好处 那他的酒店干吗 那酒店谁跟来啊 你有身份证就可以来 我允许你跟老公搞些有的没的 不允许人家跟老公 你要弄什么呀你给我透个点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没事 老公 什么情况啊 什么情况 对不住 对不住 我本来想着在法院执行之前 把亏换给抖上的 快坐 你也知道现在的各行各业 都受到了波动 这一时半会儿 怕是完就不回来了 你这么大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讲啊 让我心里好有个准备呀 还有啊 什么事情我们两个一起面对不好吗 我也是不想让你担心 总之是我没有做好连累了你 你说什么呢 我们两个在一起风风雨雨 十几年了呀 真是的 安心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我呢 银行卡上还有些钱 这个你知道的对吧 还有理财 理财上呢明天我就去银行一趟 问问他们能不能提前输回 还有咱们的股票 现在虽然是最低点 但也把它拿出来 还有西边的那个房子啊 我们离婚吧 你说什么呢 离婚 江湖开 你是不是 是 安心 你毛病吧 安心 你才有毛病呢 你才有毛病呢 江湖开 你有什么自我跟我提离婚啊 我为了你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家里 手跟你像个包姆一样 二十四小时围着你转 好好的工作不好去做 你蒙着良心 你问一问你自己 我只让你吃一口冷饭了 还是让你带出去丢人了 你 你今天要跟我离婚 你能不能先听我把话说完 我听不完 是的 这些年你跟着我 你为了我 你受委屈了 所以呢 我不想让你跟着我受苦了 我受苦我愿意 我当初跟着你这时候 你什么也都没有啊 你有什么了 你说啊你 我是同你什么了吗 你要离婚 公司现在出现了状况 加上对赌出现了纰漏 我现在极有可能面临破产 那以后呢 就不光是简简单单 收个房子这样的事情了 破产 破产 那你刚才跟我说 离婚 这是我目前想到的最好的办法 记载你名下的那些 你都留着 也不用转给我 转给我也不够 还有 为了不连累你 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地撇清关系 还有那个几家公司 都是你代持的股东 都把它赚出来 只有这样 才能保全你的再善 那只有假离婚 才是最好的办法 明白了吗 好了好了好了 炸废了 炸废了 吓死我了 就怎么办 老公 离婚这件事 以后不要再跟我提 我是不会同意的 你说大难临头 你让我一个人先走 这样的事情 我怎么做得出来呀 就是财产清算 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当初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日子照样过得很好呀 现在无非就是重庆开始 对不对 安心 你到现在都不了解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那 可能啊 要不了多久 我连之前酒店都住不了了 什么飞机啊高铁都要被限制 我这样的作用 真的是为你好 听话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呀 你为我好我能不知道吗 老公 没有大房子住 我没有小房子 这个事情上完没有过不去的卡二 他不想让他留会儿 老公可能是导演职员啊 你这个台词风格个人不是特别喜欢 他们跳高分系直接就动作气 是 人家一个人工作压力真的好大呦 要是你帮我约到我的大客户 陶若言呢 那我就不会被同事会批评了呀 那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无视献殷勤 飞奸计刀 太吓头了 搞得我压力很大 怎么了嘛 就压力大 你知不知道那安心老公是谁啊 江洪凯 不知道 就是那个 老在微博上面发表言论 三天两头上身搜那个 那我知道 怎么了 富贵其荣 胡家虎卫 我少人就是因为他 才给他几分博面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羡慕人家有个好老公是不是 他又老又愁怎么不说呢 我不是那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老公 你就帮我约你 你怎么跑过眼睛呢 你又不是没有他微信 你要真想联系他 你自己给他发微信就行 来啦 妈 晓星 来 来 来 您终于来了 来 来 快进快进 来 来的来了 来了 来了 你怎么拿这么多东西 多沉呢 没事 我们家大孙子爱吃这些 长得白白胖胖的 长大哥 拿多少啊 我都不嫌沉 对了 还有这 这里边啊 装的都是玉米土豆 那可都是纯天然的 他爷爷可说了啊 都让我拿过来 让咱们家大宝尝一尝 我大孙子呢 在那儿了吗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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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咱先洗个手 您刚从外面进来 咱得勤消毒 对对对 讲卫生 讲卫生 这城里啊 就是细菌多 撒的什么呀你这是 这就是酒精嘛 行了 别烦了 酒精也不行啊 这包里装的都是吃的 那种的时候 我都没有撒药 那回头人吃了再中毒啊 行了 别管了 明天我拿出去晒晒 别管了 我的大孙子 这奶奶爸爸 宝不容 奶奶来了你就高兴了 试试 别管了 试试 走 好高 感谢观看 请 媳妇 回来了 回来了 你还知道回来呀 妈呢 来了 哄大把睡觉呢 你吃饭了吗 飞机上吃了点 一块儿我泡碗面就行了 我给你煮面具啊 儿子 妈 妈妈都想你了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出差嘛 忙嘛 没吃饭吧 那个小西哥泡面 泡面怎么能吃呢 不健康 妈给你做饭 不用了 妈 泡面就行了 对对对 你看看 妈给你带了多少好吃的 把牙带来的 把牙带来的 以后啊 每天给你布重样 等着 我感谢 小西啊 别弄这个了 我来吧 别吃这个 你忙吧 行 辛苦了 妈 嗯 怎么着 小组能生气了 不是说出差一天吧 这都三天了 那老板不回来 我还能自己提前回来 再说 妈这不是来了吗 以后再也轻松不了 来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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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真别忙活了 没事儿 我就这一调料 我就这一调料 哎呀 方伟啊 你俩是是不太做饭啊 你看那调料 啥都没有 明天啊 我得去买点 我俩同时工作忙 我就对付对付 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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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俩同时工作忙 那哪成啊 你未瘦得了吗 哎呦 你看看 你们俩瘦的 尤其是那小夕 你说一个当妈妈的 哪能那么瘦啊 这以后 怎么样儿胎啊 啊 我让她慢慢补吧 行了 出去吧 挺呛的 好 喂 关上了 这回不抢了啊 不抢 妈给你做好吃的呢 嗯 这回你幸福了吧 不用吃泡面了 做的双人份 咱俩都幸福了 妈辛苦了啊 你也辛苦 你也辛苦 这样 长得不错呀 是吧 长天力坏了吧 不嘞 今天先这样 回去之后 各部门的负责人 把工作进度和操作计划 汇总给我 明白 好 好 下会吧 谢谢大医 辛苦了 来 辛苦了 来 辛苦了 各位 来 我去北厂了 哎 不好意思啊 今天临时有通告 不能拒了 在哪儿 在哪儿 正连小管 来了 你想干嘛 什么我想干嘛 我说一百遍了 你不帮我 那我只能自己来了 你坐坐坐 你来正好 省得我一个人也尴尬 一会儿呢 他来了以后啊 你就先跟他聊聊 节目的事 然后我再说我的事 争取拿下他 你别穿帮了 他那人可是大嘴巴 别回头录节目的时候 把咱俩关系说不出去了 原来就那种 日常聊天的方式 就你假装偶遇了我 我碰巧来了 你也别碰巧了 走吧 去哪儿啊 他跟我发微信说 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你怎么少大牌呢 他发的地址 他订的地儿 谁啊 是他吗 又能来啊 程良 真不好意思啊 我寻思这儿 换到哪一天都不合适 不如就今儿吧 我在皇冠酒店 你要是可以的话 就过来找我吧 我在六零一一房间 不对啊 他为什么要约你在酒店呢 我哪儿知道啊 我哪儿知道啊 不要玩啊 不好玩啊 你来 我不来 走吧 那我来 那我来 我来 来 来啦 来了 我刚录完一个采访 本来想着中午陪你吃个饭呢 结果他们下午给我安排了一试装 不好意思啊 没事 你大忙人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都还好吧 挺好的 挺好 好久不见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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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了 我跟她一块过来的呀 你这隔绝好有意思啊 通的 好 还好呀 好着呢 这白宁那角色我演得太好了 我们一直都在追是不是 好 我们吃 嗯 见 待会儿出席活动的视频 我已经准备好了 咱们一点饭就得开始 要不然后面的活动 我怕来不及了 知道了 咱们等一会儿不会死的啊 你先出去吧 你先出去吧 我跟他们聊聊天 好 你俩吃饭了吧 没吃 好 那我给你分点啊 这什么呀 你就吃这个 回去 你要给我点个外卖 我俩一起吃 吃不了那些 吃完就走 你俩啥情况呀 还好着呢 没有 我在见同事 一个公司呢 装 跟我还装是不是啊 不是啊 你俩好了多长时间了 是不是有点太长情了 那时候大学的时候 程良可是导演系的 第一大才子啊 被你一个制片系的拿走啊 被你一个制片系的拿走啊 我一个表演系的一级 也没抢过你 你够有魅力的啊 姚伟 那时候不懂事了吗 那你俩啥时候领证的 啥时候领证 我就说你们 什么时候领的证 也不告诉我一声 给你们交份子钱啊 是吗 之前咱们那些同学 你还跟谁联系啊 就你 你别呀 真的 还真是奇怪了 其他同学都没碰着过 你呢 就你 就是算姚威的话 就你俩嘛 好多同学 他们都转了 就行了嘛 那你俩在一个公司 那单位没有问题啊 那也没明文规定 只要是不在一个项目里边 没有太多利益上的瓜葛 其实没什么事 但是最好还是保持低调 好 也挺不容易的啊 那你俩现在就是各管一摊呗 也 差不多算是吧 那个项目你看了吗 看了啊 还挺有意思的 真的 程大导演出手能有问题吗 你也不用夸我 我们现在确实就等着你来呢 你回头让你们拍摄 跟我经纪人对的时间吧 就是你那节目啊 有点事啊 我录你一个节目 还非得让我大一代言 关键是那代言还是一个 母婴系列 我现在还没有走那个路线呢 我一直很纠结 我现在接那个好不好 你签了吗那代言 签了吧 不知道我 能签啊 你别盯着我呀 来 你跟我说说 什么叫当初不懂事啊 我不就是顺着她的话随便一接吗 那我怎么说呀 我说 你可不如我老婆 你配不上我 我要这么说 你这事还怎么磕下来呀 现在磕下来了吗 她马上就要跟重心签了 人家不是说了帮你问问吗 签约这种事 都是公司张罗 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等她问明白了 人家能帮忙肯定帮 你是从她哪句话里面听出来 她愿意帮忙的 你现在不也没有别的办法 这 这怎么红的呀她 这小矮哥 她表演戏意见 上学那会儿 彪老师都说她绝对不可能红的 什么意思啊 说她不高兴了 还停车 靠边跟我落是不 不是 红了 那红灯亭 绿灯亭 还有我普及吗 不放弃吧 老婆 老婆不舒服 要不咱们去医院吧 你上回喝完酒就没养好 不去 老婆 努力该做的都做了 放过自己了 乖 安总 天文 陶人员的合同怎么样了 安总 已经兑完了 给他们放完邮件了 等回复呢 今天再催一下啊 对了 我要准备一下 笔稿会的资料 你收集得怎么样了 您之前也没通知 没通知你就不要准备的啊 不知道工作要提前练啊 正是他 行了 今天下个班 晚上之前给到我 可是安总 安总 曹总 让您去一下办公室 好 觉着是怎么了 打了鸡血了 好 曹总 坐坐坐坐 关于笔稿的事情 我还在做进一步的资料准备 对于花香宝宝这一单呢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安总啊 这个事你就别操心了 咱们上回开会不说得很清楚吗 你现在要做的呢 就是把直播需要的资料啊 内容啊什么的 你跟那个陆总对接一下 花香宝宝这边呢 你也跟陆总讲一讲 毕竟陆总啊将来还得参与嘛 对了还有一件事 则娘 有一个笔稿什么的你去 你原来在国外 德国演讲比赛的冠军 军这小案子 你去肯定信手拈来 好吧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这件事情有提前跟我商量过吗 工作上的事情 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处理的呀 花香宝宝的方方面面 我都已经谈好了 那你们就不要惯了 不是上回开会 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吗 你同意了我才把这些工作 交给陆总呢 安总你怎么了 以前这些事 你都是交给下面人干 从来不亲历亲为呀